想试一下这个臭豆汁 臭豆 我先把它剥开 拿个小碟子过来 听说马来西亚的臭豆都是泰国进口的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梅姐姐请我在饭菜箱吃饭 然后其中有一个菜里面有臭豆 然后尝了以后觉得很好吃 有那种榴莲的味道 这个给我掰开了 但是我这次是榨汁 这个只能加水搅拌了 真的很开心 找到了新的美食 这以前我一直看到 但是不知道它怎么吃 也不知道啥味道 发现新大陆了 把它剥一下 一共16颗2块钱 1块钱8颗 还行 你在做这种剥皮的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 指甲原来是一种工具 这个生的可以吃 然后所以我就用它生的来榨汁 加一点水把它搅成汁 臭豆是长在那种很高大的树上的 那臭豆就剥好了 我来榨汁 好臭啊 刚才的一根臭豆 16个小豆豆 然后我加了大约500毫升的水吧 现在炸了 现在是臭气鲜天 感觉比那个臭豆腐要过瘾 喝起来 刚喝感觉味没那么浓 但是它的后味很浓 就跟那个乡春很像 它的中味像那个杏仁 杏仁奶 整体来说 但是它的后味有点冲 整体喝起来就是一个杏仁奶的味 然后有回甘 颜色挺好看的 嗯 找多了 这个生吃没毒吧 应该不会死吧 啊 啊 像我每一个细胞都散发着 臭豆的香味 臭豆的臭味 它的前卧是没啥味道 然后中卧呢 就很像那个杏仁鹿 杏仁奶 然后它的后卧呢 有一点奇幻 就有点像吃了那个蘑菇以后的那种 有一点 有一点让人产生幻觉的感觉 就对大脑有一定的 对我的大脑有一定的麻醉的感觉 我在喝这个的时候 我在想下一个吃什么了 喝不动了 打了一个臭嗑 这个等会儿再喝